梅雨 我老板问你 可不可以坐在那边 客人多个地方去 这些商家就喜欢 用我初中的颜值 去吸引客人 习惯了 那倒不是 客人酒喝多了就喜欢老师 但你的长相就很新酒 这钱你怎么不去挣 我也想挣 但我在这都干两年了 书客对我的长相都免疫了 不信你看 真帅 嗯 嗯 你是俩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不要搞我好不好 哎 息怒息怒 来这里的都是有心事的人 都是在借酒消丑的 道理我都懂 借酒消丑也不能光借我的酒啊 他都借了我十瓶酒了 嗯 到底还不还 当我说话是放屁吗 当你们面放屁 是没把你们当卖了 把屁吸回去 是对你们的尊重 那边什么事 屁大点的事 不用管他 这哪瓶红酒 哪瓶好一点 根据我在酒吧 那么多年当保安的经验 选红酒 一定要选挂别好的 这瓶能挂三个杯子 那边只能挂一个杯子 选这瓶好一点 哇哦 好厉害 嗯 嗯 酒那么贵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喜欢买醉 你知道为什么小孩都喜欢吃糖吗 因为怕苦 因为生活很苦 而酒是成年人的糖 人们喝醉 从来都不是酒精的水果 而是生活的度数太高 我要结婚了 但我有点害怕 为什么 时间越久 看到对方的缺点越来越多 感觉越来越不像当初爱上时的他了 你喜欢吃榴莲吗 喜欢 嗯 哎 爱人就像这个榴莲 你承受不住他的缺点 自然也就是不住他的好 有道理 就像喝酒一样 开始人吸引你的都是酒香的芬芳 但觉得你酒量的 缺着你对酒店的辣度和灼热感的成熟力 所以爱情到最后 考验的不是对方优点的吸引力 而是对于对方缺点的包容力 帮我换杯酒 也许有时候我的低毒酒 不吸引人 但最后也没那么让人难以下咽 度数低了 你会嫌一趟路都两后却上不了头 没过多久 你会怀念高度酒了 为什么你明明长着一张无意杂成的脸 却能说出这么不嫌不淡的话 你爱过很多次吗 只有一次 那你有什么值得交易生经百战的我 因为爱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爱下去才了不起 爱情本来就是和优点相处 而结婚就是跟缺点博弈 愿意用很长一段单身的时间 能换来一个在一起很久很久的人